拜登9月10号要到 那这个越南的老大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他之前访问北京 然后他特别8月25号 就去视察了中越边境的 友谊关口案 叫友谊 什么友谊呢 中越友谊 而且还带了谁 中国驻越南大使 应邀陪同 也就是说阮富仲邀请他来陪同 参观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呢 领导人去一个地方 一定是有意义的 讲一些有意义的话 要讲什么呢 你看他讲什么 来念给拜登听一下 世界上只有越中友谊 友谊关口案 以友谊两个字来命名 体现越中两国是 同志家兄弟的友谊 然后他讲给拜登听 热切期盼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访问越南 这是越南 当然我们知道越南 还有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 都有很大的一个矛盾 那菲律宾之前 因为这个仁爱礁的部分 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啊 这个三不五十 要刷下这个存在感 那之前呢 大陆在中建岛建机场 那他们就在这个中叶岛 也是一样要盖机场 你来我往 然后当然美国撑腰 不意外 但是最近很特别 最近好像突然放软了 8月22号 菲律宾外交部说呢 跟中国一样 我们马尼拉拉 也致力于早日达成 有效而且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 他们也要这个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大陆网媒立刻接到了消息 认为说是菲律宾选择暂时按下暂停键 为什么呢 因为再不按的话 恐怕紧张形势进一步升高 委员怎么看越南还有菲律宾 越南跟菲律宾都想要在中美之间 搞个平衡或者倒来倒去 以求其最大利益 以越南来讲的话 前段时间由他们的国家主席文长 打电话邀请拜登 但是越南的政治体制是这样 四头马车 一个叫做总书记 一个叫做国家主席 一个叫做政府总理 还有一个叫做议会主席 他基本上是四头马车 但是位阶最高的是总书记 他的国家体制是这样子的 那他一方面找国家主席 去邀请了 等于算是二号人物 去邀请了这个拜登来 那现在担心大陆反弹 这由总书记更高一点位阶 那以一个参观的友谊官为名 在还带着这个中国驻越的这个大使 向中国表示说 哎呀我不会太亲美啦 那虽然说拜登9月10号就要去 可是可不可以请习近平主席找时间访问越南 所以越南在玩平衡游戏 他想要从中国拿到好处 也想要从美国拿到好处 这个态势是很清楚的 那你怎么看待拜登特别跑一趟 当然他是他这是去要去这个印度这个去团体吗 因为他去印度嘛 而特别砍掉了在印尼的时间 然后因为他觉得印尼反正可有可无 因为这个越南他们争取了很久了 希望能够把越南从靠近中国身旁 往美国那一部分再拉一点点 因为已经把这个越南拉到所谓印太经济架构了 看能不能再进一步 那如果能够到越南访问 越南邀请他来访问 越南是丢出来的一个 也给中国看 坦白讲越南也在跟中国示威 唱响 那只是好像过度了 中国不理会他 所以卵副仲才开始准备安抚一下大陆 哎呀有一关啊 谁跟你有一关啊 对不对 那拜登接到这个电话 当然赶快急着奔去越南 他可以当个攻击 你看我在中国的后院 终于打破一个窗口 不然整个中南半岛 好像都是中国的禁卵一样 那现在呢 他赶快去积极去拉动越南 目的也在做一个国际宣传战 那菲律宾有点搞过头了啦 他一下子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外国援手 就是小马可斯 那接下来导向美国 我给你几个基地 你好好去介入台海问题 还有在南海问题 就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中国想说以前 正一只眼 逼一只眼 你给他玩真的 我当然就给你玩真的嘛 所以现在越南就好像 也觉得玩不下去 还是太危险了 还是干脆说 我也要通过南海行为准则 你怎么知道讲正来讲假的 越南或者是菲律宾 南海行为准则 没有划压定案之前 他们讲什么东西 都不只能相信 因为随时会变 而且这两个国家共同的心思说 可不可以在中美对抗底下 能够与庸得利 从两边都拿到好处 甚至于故意踩一踩中国的痛脚 那取悦美国人 从美国拿到更多的好处 回来再来安抚中国 他玩这个游戏谁看不懂啊 我都看得懂 我相信北京看不懂 好 严老师你怎么看 越想越不合理 日本政府为了帮东电这家公司省钱 结果搞得现在全日本损失惨重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日本跟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彼此之间 这个历史的这个情绪 从来没有完全处理掉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可以炒作成很大的一种 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 比较不太理性的一些 抗议也好或者杯葛也好 那如果你今天看美国跟日本 其实美国二十大战 美国是唯一被攻击过 就是被日本攻击对不对 然后战后其实也花了很长时间 但他们两个好像关系就好了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污染的 其实这个方向要走的是 往美国那边走 可是美国好像一点都没有问题 反而是这个中国大陆跟韩国这边 学生的抗议也好 大陆这个一般民众的抗议也好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今天如果两个国家之间 你这个历史的情绪 没有处理掉的时候 一点小事就会变成这样 那倒霉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说我们讲说像大陆的 这些日本店 日本的这个海产店 那反而就要强调说 我的这些海鲜都不是日本的 那同样今天日本这个前大阪之士 讲的这些话 其实他讲这个话好像很了不起 觉得大陆开放了以后 大陆民众一定会去 不要忘记上一次因为这个韩国跟大陆 那个时候乐天被处罚的时候 大陆那个时候也决定说 因为你要放这个防控系统在这个韩国 结果大陆的游客可以不去韩国去东南亚 大陆政府是可以做得到这些的 所以你这个日本这个前大阪这个知识 讲这些话 你有没有去考虑你日本人多需要大陆的游客 去观光 然后你现在讲这些话 因为大陆政府是可以操作的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